今天川普上來了 台灣怎麼自處 因為兩岸關係 如果賴清德這樣下去 我們一開始已經講不會好轉嘛 對 好 那台灣現在可以扮演 可以採取哪些的角色做因應 中立角色不可能 然後導彈的 也不可能 剩下什麼 剩下兩個 一個就是被利用的棋子 台灣你給我衝 對 衝 然後我們只好小小的衝一下 那兩岸關係可能更糟糕 另外一個就是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談判籌碼 好 你只要北京 跟我在這些地方合作 那台灣的問題 我可以再讓你一點 川普不是講過嗎 他說 中國大陸 喔 他的桌子更大 中國大陸就像 就像我的桌上 這個桌子 台灣就像我 麥克比的筆尖 說白話就是 川普上來以後 台灣要不然就是 被當手榴彈往大陸扔 要不然就是在桌上 跟被賣掉了 美國人民今天必須要在這兩個當中做一個選擇 那我想 這其實蠻可悲的啦 我先想請問一下這個黃教授 您怎麼看 你覺得拜登會退選嗎 唉 我們最怕的就是被要求做預測 好 所以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拜登會不會退選 我覺得機會 怎麼會沒有 因為第一個 他的健康狀況 確實在 我覺得最近這半年多 至少啦 我覺得有明顯的又退步 他比四年前差好多 四年前啊 更不用講 你可以看那個紀錄 那個過去的新聞片就知道 真的 看起來那個精氣神都不一樣 對 所以確實健康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選舉是 11月嘛 當然啦 現在 就是7月如果再不換的話 可能時程上 到8月 應該到8月啦 8月就民主黨大會 再不換話就來不及了 嗯 那 美國歷史上 我忘記有沒有這個 總統候選人 後來沒有辦法選 有副總統頂上的 我忘記了 但是 我的印象中 應該是沒有選贏過啦 如果有 如果副總統最後候選人頂上去 也不會選贏 我記得有一個是 他應該算是總統沒有選 然後他退 是詹森 詹森他是退了就沒有選 但是那個 那個是他就宣布沒有選 但拜登他是宣布要選 對 對 所以他會不會退選 我覺得 嗯 這個更不用講說 民主黨現在 那 暗潮汹湧喔 因為 包括 各位從新聞都看到 很多的民主黨的金主說 你拜登再不退的話 我不再捐錢了 對啊 那問題在於說 拜登 你會被這些金主逼退嗎 嗯 我們可以 可以用政治的心態去想 拜登的那個核心團隊 嗯 我覺得應該都是要拜登去選啊 因為只有我的老闆選 然後選贏了 對 我才會有位子嘛 這記得利益了 對 其實各國其實我覺得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位居高位的人 常會被下面包著說 你是有希望的 抬轎的不讓他下轎 對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他下來 目前拜登的狀況 還沒有遭到那個地步 他現在真的 還不知道 他現在真的是 在某些場合 出點事情 但是還沒有到全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民主黨裡面 不是每個人都在開槍的 也有支持他的 但是呢 這些民主黨的金主 或是某一些的政治人物 希望拜登退選 這個已經造成 民主黨裡面的 這個明星浮動 那明星浮動 對拜登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還好 但重點是說 萬一 萬一 他的這個整個的民調 大崩盤 因為我覺得民調崩盤 現在慢慢正在發酵中 不只是他辯論 各位知道 辯論剛剛完的時候 拜登的民調其實還OK 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 各位知道 這個新聞事件 要擴散到那些受眾 其實需要時間的 不是兩三天的 所以慢慢慢慢 我覺得那個效應在擴散 而且在這個擴散過程中 拜登偶爾還有失言 人家如果一看 過去原來拜登辯論 表現成這樣 現在又失言 那不是坐實了他有問題嗎 所以當他的民調 萬一雪崩式的下跌的時候 我覺得他在黨代表大會之前 退選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接任的人有沒有錢 選舉要錢啊 有沒有募款能力 對 那你要在八月到九月十月 這三個月多 要募到這麼多錢 對抗川普 不簡單耶 那拜登募到的錢 不一定能夠直接 轉換給民主黨 另外一個要起來的 取而代之候選 因為美國的法律說 好像我印象中 只有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他制定那個 可以直接拿他的政治獻金用 如果今天 譬如說我 還有我的副總統候選人 都沒有選了 那其他的人 第三方要進來的時候 他好像不能用 要同心目啊 對 當然是不是有解套方法 因為美國是不成文的法律 如果有相關的案例 或者法官有一個說法 那或許是可以的 但總之這就是一個未知數啊 選舉沒有錢怎麼贏 難道靠明星士氣喔 對 所以這也是這個 民主黨現在進退兩難的 一個局面 確實 而且會造成他民意的支持 會往下走 對 好 那現在民主黨這邊 反正他進退兩難啦 他可能是拜登 可能不是 那共和黨這邊就是川普了 而且川普他的身世 現在非常非常的好 那 老師你看 就是拜登跟川普 或者民主黨這也不管誰 然後跟川普 那兩邊誰當選 那會怎麼樣影響我們台灣這邊 這樣講喔 如果我們想比較簡單的 拜登當選 拜登當選的話 理論上 他對台海的策略 跟現在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用的人 那個一致性是很清楚 而且這些都在檯面上 對 雖然說啦 美國常常有些人進到政府 兩三年之後他就想走 因為薪水比起來真的不算高 對 他民間比較高 對 然後我已經沾到政府的 這些名氣了 然後我到外面去 欸 我薪水可以升級 然後這個職嫌也可以升級 所以真的有些人兩三年就走了 那川普呢 這個就真的難辦 川普呢 這真的難辦 如果我現在可以跟各位講的斬釘截鐵的話 我一定是騙大家 因為你算不出來了 你無法預測他 無法預測 我跟各位講 要講無法預測 可能才是比較真正的專家 你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對 但是呢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分類啦 或許可以再初步幫助大家解惑一下 好 也就是說 今天川普上來了 台灣怎麼自處 因為兩岸關係 如果賴清德這樣下去 我們一開始已經講不會好轉嘛 對 好 那台灣現在可以扮演 可以採取哪些的角色做營營 在兩岸關係裡面 第一個 台灣可不可以 第一個就獨善其身 你做中立嘛 在聽的很難嘛 他已經爆美國大腿爆成這樣 對 而且你如何做到中立 對 不結盟 不可能嘛 對 台灣過去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過 那第二個你可以做什麼 第二個你可以做的就是 我跟北韓一樣 我開始搗彈 要求更多的東西 你只要不答應我 我就開始跟你鬧 甚至不惜動用軍事威脅 我們沒有核武啊 對 而且我們台灣有那麼不乖過嗎 也從來沒有啊 從老講小講一路過來沒有 對不對 我們又乖乖又沒核武 好 所以我先總結一下 不是 這小結一下 中立角色不可能 然後導彈的 也不可能 好 剩下什麼 剩下兩個 一個就是被利用的棋子 台灣你給我衝 對 衝 然後我們只好小小的衝一下 那兩岸關係可能更糟糕 對 那被用的棋子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談判籌碼 好 你只要北京 跟我在這些地方合作 那台灣的問題 我可以再讓你一點 譬如說 我重新叫他 台灣的民選領導人 而不要叫他總統 北京很高興 因為以前美國叫中華民國總統 他現在叫做民選的領導人 其實就是總統 小布希時代 過去好多屆 但他就不想跟你名獎嘛 然後以前他稱台北 或者台灣 他叫台灣Authorities 台灣當局 但現在他可以叫你政府 然後蔡英文叫蔡總統 賴清德叫賴總統 你說北京會覺得怎麼樣 不爽啊 對啊 那現在 如果今天台灣變成談判籌碼的時候 美國說來 北京 你這是譬如說 伊朗的問題 伊朗的問題 烏克蘭的問題或什麼 舉例啦 你給我配合一點好不好 那台灣這邊 我以後就叫他台灣當局 可不可以 是不是一個交換的籌碼 所以我再一次 中立不太可能 導彈不太可能 剩下就是變成 你的一個這個談判籌碼 或者是去跟人家對抗的一個棋子 那川普上來 唉 台灣這四種角色你覺得剩下什麼對不對 就剩最後兩個了嘛 對 籌碼跟棋子 對 對 那其實風險都滿高的 反正就是說白話就是 川普上來以後 台灣要不然就是被當手榴彈往大陸扔 要不然就是在桌上跟被賣掉了 大概就是這樣 不一定賣掉 就是談了 談個價錢 你的可能基本利益可能又會受損 因為川普不是講過嗎 他說中國大陸 他的桌子更大 中國大陸就像 就像我的桌上這個桌子 台灣就像我麥克比的筆尖 他講了這個話嘛 所以你就知道川普對台灣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真的是要小心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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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集團